今日一段疑似地沟油制作全过程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引起极大反响 视频中很明显能看出是地沟油的制作过程 慢慢的剩菜剩饭在经过简易的设备进行脱水脱臭脱酸之后制成一桶桶食用油触目惊心 虽然该视频不清楚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但是画面清晰度却极高 有网友猜测这是地沟油工人的自爆丑闻也可以说是良心发现 就在这段视频在网络疯传之际电影胡巧英告状的制片人王威通过微博出面澄清 称这段网络疯传的视频实际是影片的拍摄花絮 下面这段地沟油制作的视频内容均出自电影胡巧英告状 在电影制作剪辑过程中由于材料纷繁及制作人员疏忽难免会让部分片段流出 据悉电影胡巧英告状是中国第一部对敏感问题地沟油下手的电影 影片讲述一个普通夜市小贩胡巧英无故卷入地沟油制泛黑幕的故事 近日网上流传的视频场景就是一个被废弃的地沟油炼制窝点 虽然网络疯传的只是电影花絮 不过一些看过视频的网友愤怒地表示 如果没有电影胡巧英告状的真实在线 自己可能永远不都能直观地认识到地沟油行业的丑陋内幕 也有网友表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的健康问题便没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希望地沟油事件早日得以解决 感谢观看